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奇观 奇幻洞穴 地理中国即将不出 这支探险队已经在御龙洞深处行进了大约一个小时 这是他们第三次进入在当地人口中充满传奇色彩的洞穴 为了防止迷路 队员们把绳索套在身上往深洞行进 然而御龙洞仿佛没有尽头一般 队员们最终用完了携带的所有绳索 依然没有到达洞穴的尽头 多年前 这支探险队曾经探访过御龙洞 洞内曲折幽深 错综复杂的环境出乎他们的意料 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地下数百米的空间内 竟然出现了一些古代佛刊塑像 从摆放位置到空间布局不难看出 这是古人精心设计的地下祭拜场所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大型洞穴考察往往不止一次 甚至多次之后都不见得能够探明总长途 因为每次遇到的情况都不同 有的时候是洞顶大方 有的时候是洞内积水 总之洞穴考察充满了意外和风险 也伴随着挑战和新发现 针对重庆御龙洞的考察 前面几次是尝试性探动 这一次川东南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 谭影和胡平与探险队一起再次深入玉龙洞 对洞道结构和水文环境进行考察 除此之外 考察组还将解开有关这个洞穴 诸多人文传说背后的自然谜题 玉龙洞 位于丰都县东南部都都乡境内的山坳之中 当地一直有关于这个洞穴的种种传说 前几年我们这里探险呢 走了好像走了七天七夜 就是走不到尽头 据说是一直都有人类活动的痕迹 包括有水牢啊 铁链啊 脚铐啊 这些都有 有祖坊的地方 有泡园 还有菩萨 玉龙洞的支洞众多 洞口位置比较偏僻 其中 最大的洞口 地处施加嵌天坑绝壁中部 距离山顶和地面都有一定距离 从高空俯瞰 施加嵌天坑像横卧山间的一只巨型脚印 天坑附近植被茂盛 探险队如果选择从这里进洞的话 可以节约一半的时间 但是如何接近这个洞口成为一个难题 这个溶洞在这个悬崖的中间 上下都比较高 这个我们怎么进去啊 我们如果从上面那个位置下来 可能有一倍七十米高了 太难了 你先看一下我们这个位置 天坑的宽度有多 好 我用这个测一下 一百八十七 大约一百九十米 中间那个溶洞那个位置 到我们这个距离 那你从我们这个位置的高度打下去 打下高度 好不好打 可以 到那个位置七十米 下面可能还有大约二十米的样子 这里距坑底九十米的样子 九十米 探险队和专家经过商议 拟定了两套方案 一套是从天坑顶部单绳下降到洞口进入 另一套呢 是从天坑边缘找到缓坡 迂回绕行 慢慢接近洞口 就在这个时候 有队员发现 玉龙洞洞口呢 有一面土墙 这面墙上呢 不仅有门 隐约还能够看到几个 酷似泡眼的小洞 看上去 似乎是古人为防御而建的设施 他们的存在 是否说明 玉龙洞果真有人居住过 那接下来 队员们将怎样 进入这个位置的洞穴呢 经过观察 队员们发现 陡峭的崖壁上 只有半山腰 有一个小土台可以落脚 因此 大家决定先降落到土台上 再横穿丛林 借助绳索 上升到达洞穴 初秋的风度 气温依然很高 白天不时有阵雨落下 植被茂密的山坳里 空气湿润酷热 浓阴遮蔽的土秋 山路湿滑泥映 为探险队严降 增加了许多难度 你的左手 注意啊 别夹到里面去了 往下放一点 左手 一个多小时后 所有队员陆续降到了 压壁中间的临时落脚点 据说这个大木梯啊 是80年前 土匪们在这里打的 上面修的是山寨 木梯部分已经腐烂 体中较轻的一位队员 沿着木梯进入洞口 为其他队员寻找绳匠的支点 这是山寨的大门 以前是山寨 再往里 看到了吧 山寨以前土匪垒的城墙 就是这个 上面已经垮塌了 以前这里应该是 非常非常气势雄伟的一个大门 山寨大门 这里 然后上面是天然的洞壁 进入洞厅之后 探险队员对育龙洞环境 进行了记录 狭窄低测的洞道 纵横交错 仿佛一座巨大的地下迷宫 很深啊 很深啊 这个不要掉下去了 我来扔块石头看一下 不是很深啊 下面还有一层 这个坑应该不是一层 我们准备从这里打锚点下降 现在我们进入了极限裂峰路段 队员们正在下降 上去下 下裂峰 下完了之后 这边又是个极限裂峰 但是底下太窄了 好像人通过不了 这边有条路 我们从这条路看一下 这真是个极限裂峰 看我的顶壁 哇 一道天沟啊 真的是极限裂峰 来 穿过 通过这个极限裂峰 通过这个极限裂峰 这个底下千万不能掉下来了 看着底下 很深的钩啊 我们要往前走 前面仍然是极限裂峰 看 如果人掉下来就像这个石头一样 被卡在中间 到时候拔都拔不出来 地峰是地质构造运动 和自然外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队员们能隐约听到 地峰的下方不停传来 哗哗的流水声 专家推测 御龙洞很可能 是一个还在继续发育的洞穴 在这个巨大的洞穴底下 发现一个地洞 向下的一个地洞 我的队员 帅帅 让他先锋探一下 看底下什么情况 帅帅 下面什么情况 下面这个水道顺流而下 二十五米之处 哪个水道 显得枯倒人进不去 死洞是吧 死洞 好的 上来吧 死洞 此时 队员们已经到达地下近九十米处 在这里陆续看到中鲁石 鹅管 石旗等溶洞景观 看我们整个洞壁上 全是白色的石膏 这是一个纯白的石膏洞 冰雪事件 看 看这个底面上 全是纯白的 这一片 看 全是纯白的 冰雪事件 你们快点看 这边已经出现景观了 看这个 好像那个乌龟 洞壁 洞壁呈现出幽深的电蓝色 流水刻画的沟壑 犹如波浪遍遍 遍布其间 在洞壁一侧 一组中鲁石 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看到队友发现 这是一个勤音中鲁石 你敲一下 中鲁石发出的声响 犹如编重一般浑厚悠扬 越尔的声音消除了队员们的疲惫 不知道前面 还有什么未知的环境 在等待大家 队员们丝毫不敢懈怠 在洞穴中行走一定要注意 有的时候向下走的时候 脚下不一定是结实的石头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 很薄的一层 如果一不小心 这个脚踩在上面 一下就掉下来了 我就踩成功了 对 你看这个 一不小心脚踩到上面 一下就掉下来了 所以洞穴中行走一定要注意 这个欣赏美景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脚下 注意安全 从进洞到现在 不知不觉间 探险队已经行进超过15个小时 复杂的洞道环境 极大消耗了队员的体能 为确保安全 大家决定在宽阔的洞厅内露营 养足精神之后 再继续洞穴考察 据专家说 这15个小时 探险队大约走了10千米的路程 相对于玉龙洞庞大的洞穴系统 这个距离只能说是刚刚接近深步 而玉龙洞底层的流水声也说明 这个洞穴还在不停发育之中 究竟有多大多深 谁也不知道 之前的考察中 曾经发现过的地下佛刊位置 以及当地传闻的洞中的奇特剑文 队员们还没有见到 但是从洞口设计完备的 再强可以判断 洞里应该会有人类生活的痕迹 或许在探险队还没有到达的地方 有特别的惊喜 在等待大家 探险队在露营地休整一夜 第二天 队员看清了这个洞亭 与之前走过的洞道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这段溶洞和上一层溶洞 有明显的区别 上一层溶洞比较狭窄 并且多以螺丝崩塌为主 我们这层溶洞应该是比较宽 空间比较大 又有大量的土在这儿堆积 这儿的土比下面还有一些 对 要厚着多吧 看那里 看那里 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流水的通道 对 对 对吧 现在还在溶洞 一个滋洞流下来充究 还在流 还在堆积 这应该是原来洪水期 溶洞里面的水 还有大量的泥沙 然后从这里这么流出来 就在这里原地堆积 这个的话应该就是我们说的 冲击扇 只不过这个冲击扇的话 是在我们的溶洞里面 形成的一个冲击扇 你看它就像一个扇形的 空旷的洞厅内 厚厚的黄土平整 湿润 专家说 地下水和地表水 通常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 地面有降水的时候 雨水也会灌入地下 导致地下河水暴涨 当湍急的水流经过狭窄的洞穴通道 遇到平缓宽阔的洞瓶 流速骤然变缓 水中的泥沙就淤积在这里 泥土湿润 说明浴龙洞中 暗河水系非常发达 你看这里的土 这里的土 就比较厚 也比较细 你看 都是非常细的黏土矿物 黏土和沙土 主要是由于我们这一层 灰岩抗溶湿性相对比较弱 在水流的冲刷作用 它溶湿得比较快 后越来越宽阔 然而 继续前行 队员们发现了截然不同的景观 哇 这边全是这种度 看 这个是什么 像瓦一样 这什么 像瓦一样的 像上的 看我们好像到了洞的尽头 就是干枯到这些树叶 这条支洞的尽头 遍布均裂的泥土 这个地点 距离刚才湿润的泥土堆积处 不足70米 在同一洞穴中 为何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观呢 探险队 探险队决定到另一个支洞 寻找新的考察路线 在新的支洞 队员们发现一个垂直向下的洞口 这里能听到清晰的流水声 从那边过来 到了一个溪流段 在前面什么情况 没有路了 没有路了 没有路了吗 没有路了 哇 这要爬上去 上面有洞 爬下去 底下呢 底下也有洞 往底下走 往水流方向走 对 往底下走 哇 我们要下去了 算是水道了 这是进入水下世界 在水洞中 在水洞中 地面全是淤泥 队员们时而手脚并用 使而涉水前行 这段现在要突出攀岩了 这个是突出攀岩向下 而且这个是个副角度 洞穴中的突出攀岩 哎呀 我们要到淤泥段了 看一下淤泥前面是什么 顺着水流的方向 支洞中的空间越发宽阔 而地面的淤泥也越来越厚 我现在在新洋洞 从那边下来之后 我又来到了一片泥巴地 这应该是夏天发洪水之后 洪水退去 然后流下的泥巴 往前看 全是泥巴地 看这里 很横很厚的淤泥 继续向前 下雪好像有一个地下河 我们下去看一下 应该是当地传说的地下河 在这里没办法打锚点 全是距离 这全是距离 没有办法打锚点 我只有现在用人体锚点 在洞穴的底端 队员们看到了难得一见的现象 现在我们来到洞穴的一个地下河了 这个水避蓝避蓝的 我们准备下去游一段看一看 探险队员 在水中行进了将近半个小时后 发现 已经没有可以继续向前的通道 这里 似乎是这一层洞穴的尽头了 前面那个它已经探完了 它现在已经返回了 好的好的 这个洞我们已经探底了 好 注意 上岸 同行的专家说 地下河走到这里形成一潭死水 从周边环境可以判断 是由于碎石堵塞了河道 才形成这个封闭的水面 正在这时 专家胡平在水潭附近发现一块木板 那里还有块大的 我们先看一下 在下面还有一块 像这个木头 我们从它这个腐朽的那个情况来看的话 肯定也是几十年上百年的一个东西了 而且的话它是人为加工过的 它不是天然形成的 应该是在荣洞的上部 之前人为修建的一些设施 比如说潘爬梯 类似于它们的一样的东西 这些遗留在洞中的物品说明 曾经居住在玉龙洞中的古人 在设备简陋的年代 至少已经到达过探险队所在的位置 这让大家非常不解 古人为何要深入到 如此深的地下空间 难道仅仅是为了祭拜吗 还是另有原因 看来这个疑问 只有在进一步考察中 才能找到答案 继续往前走 你们过来看 这个 这摆的是什么 头只剩一半了 这个 这什么情况 这个 这应该是不知道什么朝代的 这个 这个应该是三 这个 看来这个洞的一些传说是真的 真的有地妙 为什么会在这个地下 一百多米的深处设置这个呢 探险队在洞中 终于再次见到了残损程度不同的神像 斑驳的色彩 依稀可变曾经的精致与华美 你看他们 手里还有过什么东西 手里面好像捧着一个东西 能看出来它是木质的 木头结构的 你看这个底下的成材 底下已经腐烂了 还上面那个漆 你看这个彩色的漆 清洗可见 这个深度大概下来有140米左右 对 大概有140米了 我们刚刚下来就非常困难 顺降了一次 然后还要从那个滚石上面走下来 就到现在我们还能看到人类的空气 对对对 当时这里肯定有古人在这里活动 玉龙洞内 为什么要修建地下庙宇 古人又是如何将庙宇修建到地下百米的深洞之中呢 考察族先对周围的环境展开考察 距离神像摆放的位置不远 考察族发现洞壁的颜色逐渐发生了变化 看这里啊 这里墙壁上结的白色的 就跟花一样 这全是石膏啊 好 我们进入 哇 这里面 看 这里面全是石膏 整个洞壁上结满了石膏 好 从后面过来 这里就是雪花大厅了 我们往后进入了一片冰雪世界 你看这边 童童 你看 这个中午是红色的 很红色的 是的 这个是不一样 大厅里的石膏沉积物 因沉积和风化条件的不同 呈现出了不同的形态和色彩 具有非常高的审美和科学价值 也为这个地下百米之下的庙宇 增添了神秘的气氛 玉龙洞里独特的自然景观 和复杂的洞穴环境 是亿万年地质演变的历史见证 然而 在地下空间出现庙宇和佛堪 确实非常罕见 卡塔组经过石地走访之后得知 玉龙洞之所以有人类生活的痕迹 主要原因是明末清初 迁移到这一带的先民 为了躲避战乱 将洞穴作为临时居所和储物空间 至于他们如何进入地下数百米的空间 专家推测 古人一定掌握了其他更为便捷的通道 他们可以利用山体内部的缝隙和水流通道 发现并进入这个隐蔽的地下空间 继而建起了庙宇和祭祀场所 一方面 温度恒定的洞穴环境 是古人储存生产资料和重要物品的天然仓库 另一方面 丰都县由来已久的乌挪文化 也为这个洞穴染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地处四川盆地东南边缘的丰都 近跨长江两岸 地势起伏陡峻 地山丘陵地貌相见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发挥巴蜀先民独有的吃苦耐劳精神和聪明才智 巧妙利用自然环境躲避战乱和天灾 使这里成为一个文化积淀深厚 上古贸易频繁的历史名城 这一次探险队历时三十多个小时 只是完成对玉龙洞地下一百到两百米空间的考察 确定了地下水的分布位置和流向等数据 为后续的考察积累了重要的资料 玉龙洞作为重庆地区的大型洞穴之一 其科学价值不仅仅是为了解开洞内出现的佛堪妙语原因 那不过是回答很多关心洞穴探险的朋友们的疑问 并对相关疑问作出科学解释 而玉龙洞真正的科考价值 主要体现在洞穴成阴沉积环境和长江的演化规律等方面 并探索地理环境与周边人们环境之间的关系 当然任何考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需要不断积累和尝试 希望您继续关注玉龙洞后续考察的进展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博士盛春 咱们下期再见